最新,打破七天沉默!迪鹰飞美就此后一直都没有亲发声明,在赴美前曾喊话大家不要为审先判,给予一家空间与时间,飞去美国后一直都保持沉默, 新闻也都只有律师的看法与美国局长透露案子进度,没想到迪鹰在不久前首度许给朋友发声明,九个字说尽一切连朋友看了都落泪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孙鹏,迪鹰夫妇近期保出卖屋就此的消息,很多好友都相当焦急,有亲戚友人透露终于收到迪鹰的简讯,他写下我很好,有律师,别担心。 有人看了当场激动落泪,事实上迪鹰从上月30日赴美后,至今对于孙安佐的案件都保持沉默,这通简讯是他首度透露旧子心情。 图片来源,东三新闻。 有人更说迪鹰对于儿子是毛足全力,下定决心要救他出来,因此不管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,这也是一种为人父母的交集心情,不希望大家抨击迪鹰与孙鹏,毕竟这是别人的家务事了,目前传出新律师希望孙安佐用嘴协商,至少不会被关很久。 但真正案情都还有可能逆转,许多都只是猜测而已。 曾经第一时间跳出来力挺孙鹏的妥宗康,在案情进阵到孙安佐确实有拥枪及1600发子弹后,直接晋升不再发表看法,甚至直言与孙鹏有关的一切都不再多说,被网友认为是切割关系,不停了。 但妥宗康的态度情有所缘,毕竟怕多说话惹祸上身,而曾被说是迪鹰的假老公杨怀民则是想报30年的恩情,心疼地说跟迪鹰一起拍歌仔戏认识。 但是,迪鹰这期间帮了不少忙,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,只要迪鹰一开口绝对义不容辞帮忙。 看得出迪鹰很坚强面对一切啊,杨怀民意不容辞地帮忙,很感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